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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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个呢 是鼻音问题 周庄在宁静的夜色中变得像神奇的童话 古镇幽远的历史和缤纷的现实都荡漾在被竹膏和木炉搅动的水波之中 再来第二个呢 是唇舌无力 发音蓝散 周庄在宁静的夜色中变得像神奇的童话 古镇幽远的历史和缤纷的现实都荡漾在被竹膏和木炉搅动的水波之中 那这种蓝散的发音状态呢 就会使我们说话含糊不清了 再来第三种呢 也是我认为最常见的 就是说话声音靠前 周庄在宁静的夜色中变得像神奇的童话 古镇幽远的历史和缤纷的现实都荡漾在被竹膏和木炉搅动的水波之中 那这个声音呢 乍一听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的去听 去细细的琢磨以后 你会发现它的声音是非常的靠前 听起来就有点干干扁扁的 比如说 周庄和周庄 那声音偏前呢 就会导致我们说话的声音不够圆润饱满 圆润饱满 圆润饱满 哪个更好听呢 好 那在了解了自己的说话习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口腔控制来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 从而让声音变得更好听 那到底要怎样来加强口腔控制呢 口不操 那尤其是对于那些说话懒散的人而言啊 口不操是最有效能够改善我们纯神无力的这种状态 让我们的字音变得更加的清晰 那接下来呢 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做一套我平时在练声都会做的口不操练习 首先第一个呢 是绝唇顺时针转圈 一组五次 每天做一到三组 一 二 三 四 五 下来是逆时针 绝唇转圈 也是一组五次 做一到三组 一 二 三 四 五 接下来呢 是双唇爆破练习 要注意的是在做这个爆破练习的时候应该是腹部用力 然后我们的爆破呢 应该是短而有力的 力度呢 是以点状集中在我们唇部的正中间 那一定要避免用力过猛 像这样 一旦用力过猛之后就会显得很笨拙 字音呢 就变得不清晰 那这个爆破练习呢 我们一组十次 每天做一到两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那下面呢 就跟着我一起念这几组词 看一下在唇部的力度上有没有发生变化 播报 奔波 排泡 澎湃 澎湃 明媚 美满 分腹 分腹 非凡 舌头训练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了舌头的训练 首先第一个呢 是弹舌训练 同理 我们在做弹舌训练的时候 力度呢 是以点状集中在我们舌尖的位置 来进行弹舌 那同样的也是一组十次 做一到两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接下来呢 是顺时针饶舌训练 一组五次 做一到三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再来呢 是逆时针的饶舌训练 也是一组五次 做一到三组 一 二 三 四 五 那我们在做这个饶舌训练的时候 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下额的这个地方 咬肌的这一块是非常的酸 那舌头训练的最后一个动作呢 就是舌根的训练 我们的舌头呢 是分为舌尖 舌面和舌根的 舌根呢 就是在靠近我们喉咙的这个地方 叫舌根 那我们要做的是舌根往后往下用力 也是一组五次 做一到三组 一 二 三 四 五 那其实我们可以张着嘴做 也可以闭着嘴 像我刚刚那样 就看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 那接下来我们来验收一下 跟着我念这几组词看一下 舌头的力度有没有变化 代替 天地 功课 考古 机器 请假 支持 车站 早餐 存在 提打挺松 那另外呢 口腔控制还讲究四个字 提打挺松 提是指提拳击 就是在我们苹果机这个位置 提拳击 那提拳击呢 可以让我们说话的状态更加的积极 更加有精神 打呢 是指打牙关 就在这个位置打牙关 挺呢 是指挺软饿 软饿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用舌头感受一下我们的上饿的这个位置 在靠近我们上排牙齿的后面 有一个粗粗的有皱褶的表面 有一个粗粗的有皱褶的表面 那那个地方呢 叫做硬饿 再硬饿再往后走一点 有一个平滑的表面 这个平滑的表面呢 就是软饿 这个软饿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挺软饿 最后呢 是松下巴 那我们可以假借一个咬苹果的感觉 来练这个提打挺松 就想象手上拿着一个非常大的一颗苹果 尽可能的咬最大一口 那这个呢 我们也是一组五次做一到三组 一 二 三 四 五 那接下来呢 再跟着我念这几组词 感受一下提打挺松 八面玲珑 则无庞贷 莫名其妙 斜不压正 不动声色 举其不定 那以上呢 就是我每一次练声都会做的一套 让自己的发音更加清晰灵活的口不操 那可能有的人会说了 我是来学说话的 你带着我读字词一点作用都没有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是在学一个新的说话方式 在这个方式成为习惯之前呢 我们就是应该从单字词双字词四字词 再慢慢的过渡到可能绕口令句子古诗词 短文的这样一个练习 以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 让我们形成肌肉记忆 养成一个新的说话习惯 所以一定不能够心急 我相信只要坚持练习的话 应该一到两个星期 你就会发现在说话习惯上 有明显的改善 那如果在练习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评论让我知道 好 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呢 记得点赞加分享这条视频 我们下期一起让声音变得更圆润饱满 拜拜